蠻蠻蠻要怎麼釣啊 而且齁 這麼高他們怎麼釣上去了 我現在是很懷疑 這間的鰻魚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這更好吃 我們來七天六夜的 吃的是的 那你最喜歡日本的什麼東西 牛蛙 最喜歡櫻花 那你咧 那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麼嗎 我最喜歡你 嗨 我是翔翔可樂國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再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翔翔可樂國 好現在準備要去穿越 現在準備要去穿越 現在趕快先出發 因為車子到了 GO MING PAO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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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人到了哪裡 我們現在人到了穿越了 哇,突然間電機變得冷冷的 那,穿越要怎麼來呢? 我自己覺得最方便就是去池袋 那今天到池袋的話呢 它的那個巴士都有喊的票價是 1100元日幣 到了之後套W1到W7的 觀光江戶的巴士 它都可以坐,就是公車就可以坐 它是長這樣子 Bus 可是它已經變成1100元了,不是1050了 因為它可能是不想浪費吧,把這個都用完 大概是這樣子 從池袋出發到穿越 我們做的這個板橋35分 好,那現在準備要去等巴士 來,這裡就是有名的冰川神社 每個人做的方法都不一樣 我就是先從頭直接做到尾 再慢慢從尾走進來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從頭這樣慢慢慢慢到尾 結果發現公車的時刻 因為平日的話,它沒有那麼多班次 反而就會浪費時間在等待 好的,走進去 再見 大便 這邊 吼 不用擔心 可以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喜欢这个文化就是它 这个来说就是丢钱进去 然后去求一个钓鱼起来 就是钓一只鱼上来 然后钓一只鱼上来之后它就会解迁 那一次是300块日币哦 我买了这个绘马 它就是一个许愿的 然后现在准备就是去这边写这个绘马啦 我买了这个绘马 好了 现在写好愿望的祈愿 很好笑喔 刚刚有汽车的 有身体的 然后有那个运势的 然后也有家人 然后有爱情的 那我就拿一个许愿的 把全部都写上去 贪心鬼 好 这样子 我有人不见 哇 很棒耶 深山有一块圣地 是修行的青土 里面住着出家人 众神在里面修行 哇 这么高 他们怎么掉上去了 我现在还胜怀疑呢 来 鰻鱼来了 太多间鰻鱼都在排队了 太夸张了 这个是那种给人家现点现走的 先吃吃看他的鰻鱼 趁热吃 趁热吃 我是一个很讨厌吃鰻鱼的人 他最近有鰻鱼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他的肉好嫩很滑 而且他的皮有点脆脆的 酱调的非常的好 他是他们内脏类的 鰻鱼的内脏 鰻鱼的内脏 这个也好好吃喔 嚇死我了 他一算500日币跟350日币 有机会来 穿越老街 记得来吃这个鰻鱼 OK 好 想吃鰻鱼饭的 这里有鰻鱼饭 好像很精致耶 这个台币大概100多块 哇 胃口大开 范粒加上那个酱油的味道 很值得来尝鲜 这小小一个 很可爱喔 好 继续吃 继续等 掰掰 来咯 吃一个这个 梅子口味的黄瓜 味道超级重 我自己是很喜欢啊 嗯 好吃 接下来来到这一间叫做 船 他 船米吗 对 啊 主要来说你一定要记得喔 扫他的QR Code 就可以加他的LINE 加LINE就可以去逛 像我刚刚就去逛逛逛逛逛逛逛 到的时候他会 彈跳通知跟你说 诶 已经快到你了 你可以回来这边等了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记得喔 一定要来这边吃吃看 这一间船米 我等一下吃吃看好不好 再跟你说啦 等我吃完再跟你说要不要来 吃饭了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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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是船米 哇 好香喔 其实鰻鱼 不是我喜欢吃 因为我不喜欢吃软软的 但是这个鰻鱼 我刚刚吃我真的觉得 非常好吃 来吃一下看看 咬下去就吃一下他的胶质 鰻鱼已经无庸置疑的好吃又香 再配上他这个一口汤 好清爽喔 整体来说 有机会真的一定要来吃烂这间 或是小船局都可以吃 可是我真的觉得鰻鱼来说 都已经很好吃了 他们都是用烤的 一百分 鰻鱼饭 哇 那个酱的味 那酱的味真的扑鼻而来 然后我来吃一口 哇 那个花下去 那个 筷子花下去那一瞬间 那鰻鱼烤的 插回它插回它 这更好吃 英国极画 好香喔 哇 哇我给这个超过一百分的评价 难怪大家都来吃鰻鱼 好吃 好继续吃 拜拜 拜拜 其实真的鰻鱼跟假的鰻鱼 你真的来日本吃过一次 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吃那个 就一只好 是假的 因为真正的好鰻鱼是很贵的 不得不说 那个酱 那个鱼的鲜度 那个鱼的嫩度 那个鱼的嫩度 那个鱼的胶原蛋白 贵是贵的值得 就应该吃不出 母鱼的鱼的鱼 不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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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即可 没得呢 等一下旁邊有一間星巴克也可以介紹一下 那現在還是繼續在等 等的時間不過很久 我現在目前等了大概 我剛剛這樣算前面大概有50組左右 那現在排不到10分鐘就前進了20幾組 因為我剛剛看它是炸好炸好 一直炸很快很快很快 所以它流通力很快 中間還有一個可以沾的沾醬 所以等一下到我的時候 我就可以拍給看看看 看看這個到底好不好吃 來 某一個行程在穿越老街的十字中 它有這個日式的建築 它就是因為就是仿江戶時代的一個星巴克 而且是新蓋的喔 剛我買了這個 Woohoo 那我點的是第二名 第二名它真的是 芋頭的味道 那加上這個 番薯片 哇 哇 來吃吃看喔 不用沾就很好吃了 這個 這個Queen的那個味道其實很迷人 再加上芋頭的香味 一口接一口 好 來 今晚哪裡都會 在哪裡 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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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來的 你們怎麼來的 達時 我們當然是坐飛機來的 阿賜遊行怎麼這麼厲害 對啊 我們來七天六夜的 對 那你最喜歡日本的什麼東西 吃花 最喜歡櫻花 那你咧 那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麼嗎 不知道 我最喜歡你 好來 終於吃到了 我們還沒吃 終於排到了 可是它布丁 這個布丁超級多人排的 一個是芋頭的 一個是抹茶的 哇 它一個 差一個的金額 大概台幣 80到100塊之間 聽說裡面是芋頭口味的布丁 這個應該會不是我喜歡的吧 因為 我喜歡 再軟一點 嫩一點的 它如果有厚厚的 像棉蛋糕 我就還好 不過先吃吃看再說 嗯 裡面是有顆粒的 然後味道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芋頭 再來第二個口味是抹茶紅豆 哇 抹茶紅豆超好 蠻大 抹茶紅豆超好吃 給我選 我會選抹茶紅豆 因為更綿密 哇 這個好吃很多勒 可是還是我剛剛再給它平反一次 我剛剛吃不夠大口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不喜歡裡面有一整顆芋頭 吃起來怪怪 我喜歡它芋頭味 芋頭的香味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個抹茶呢 可以吃個十個都沒問題 讚 好 下一站 出發 來 這裡就是知名的景點 小江戶的池之中 聽說它好像是江戶時代就搭建了 距離現在已經400多年了 很特別喔 然後有人說這個建築物 不知道被燒毀多少次 可是就是又把它蓋起來 所以400多年的歷史 可能就是不能斷吧 大概是這樣子 這知名地標 好 那繼續介紹給你們看喔 這是我們的小江戶 穿越了十字鐘 好 這裡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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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間是有名的龜屋 龜屋就是它裡面都是伴手禮 紅蘿燒啊,或是那些脆脆的餅乾 都可以試吃看看 如果你有那個一日之後的券的話 它還可以搭95折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吃之後我們買嗎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沒吃過 好,我們來看一下吧 第一個 就是那個米餅 我發現日本小丸子那些都會有這些 有的沒有的 這個我等一下應該會買一個 一定是薯條 黑糖口味的,還有那個鹽味的 哇,可是這一包台幣大概 100塊 一包100 差不多,因為400日幣 這個是350的 這個是甜的糖 就是糖漿口味的 最有名的還是那個什麼 還是那個銅鵝燒 所以我等一下應該買銅鵝燒 這個很像那個Costco的 對不對 那個米果 都很可愛,這爆米花你看 這間不愧是 不愧是他們講的 就是網路講的 就是算是一個名店 原本想買這個說 便當的糖果 哇,都滿滿的都是米果 這個太可愛了吧 會不會弄破啊 貓的糖果 原本那個周遊券是有打折的 可是現在說因為 很生意不好吧 周遊券已經沒有打折了 那我覺得是 也就算了啦 那買了一袋 回去台灣吃吃看吧 我現在在穿越 我想要做一個小小的挑戰 就是 我想要跟路人說話 只要穿和服的 我希望他能夠跟台灣打招呼 說一聲台灣你好 當然也是要先詢問他們的意見啦 如果他們說OK 可以讓我一起跟鏡頭說台灣你好的話 那我就把它拍下來 記錄成一段影片 廢話不多說 現在開始去找人囉 GO 1 2 3 台灣你好 台灣你好 1 2 3 台灣你好 台灣你好 好 好 台 好 3 2 1 台灣你好 耶 台灣你好 台灣你好 耶 3 2 1 台灣你好 耶 3,2,1,台湾你好 嗨 1,2,3,台湾你好 3,2,1,台湾你好 1,2,3,台湾你好 謝謝 好,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你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可以再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分享回來我們下次見